涂层遮色片的应用 那我们刚刚把花选起来做了两个 眼睛关掉了,这一层在这里喔 那这一层东西在这里,这两个完全一样 那首先我先把颜色换一下 点到上面这一层 换颜色呢,在影像里面调整 叫做色相 色相就是红层黄绿蓝电子 那你看一下再看一下 这前面我们教过 它的颜色粉红色粉红色在这里喔 如果想把它变成蓝色的话 蓝色是它要左边睡,要往左边走 一块不是变绿色,是变这个蓝色喔 原来色是粉红色,如果要变大红色 那要往右边 对,红色接下来变黄色 彩虹循环就是哪 红层黄绿蓝电子,我希望把它变成这个 有点像 这个,哦,剩蓝色的,来,确定 好,来 那这个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叫 涂层的遮色片 这个,增加涂层的遮色片 当你一点的时候,右边就出现了这个 那这个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哦,再看一遍喔 下面这个是,呃,这个 粉红色的花,上面是有点像那个 蓝色,蓝紫色的花 我要拍一次开一次,来 那接下来呢 点这个 目前颜色是蓝色 我点这一颗,点这一颗 会把颜色,前景色变成黑的 那背景色变成白的 那我们先用简单的什么 油漆刷来涂啊,笔刷工具 笔刷工具,笔头 现在是很大 按右键可以调笔头大小 来,我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开始来图这个 那这个图其实有点大呢 多大,你看一下上面这个 目前是百分之 22.6 来,那我开始来图喔 前景色是黑的,我现在把它图这个 画错位置了,你应该在哪里 Ctrl 机后尾 我在这里必须在这里工作,不可以在这里 在Photoshop会非常讲图成 我点这里,再图一次 我先把眼睛关掉了,你看我在图 你看我在图什么 你没有看到这边黑黑的 黑黑的什么意思 就是把它图掉的意思啦,哦,这笔头有点小 那要图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把笔头再放大一点 这样哦,那把眼睛打开 这两张图其实是一样的 哦,老师 我觉得下面一点可以交换哦 变白色,变图白色 图白色就变这样 再交换一下,黑色呢,我现在变成这样 你可以自己图 其实两个图简单说是什么 把上面这个图,这个地方把它遮掉 让下面这个地方位置跑出来 这你看得懂吧 所以这叫涂成遮色片 白色的地方就是可以出现 黑色就被遮起来,来 我再交换一下把它涂回来 那这边呢,再交换黑色的 你可以这个 你可以自己这边来做这个效果 诶,啊这样涂了半天 老师我想用漸层的方式呢 也可以,我每次把它讲完 在漸层的地方,你看一下这个 我先再把这个地方 我再把它涂成,交换 变成白色哦,全部还给它 换个方式来做 你看这里,遮色片 这白白的,来来来来 那这个呢 油漆桶,这边有漸层哦 漸层这边有白色到黑色 中间有灰的,那会怎样 我们来涂一下,我来画一下 我先把这眼睛关掉,你看一下哦 这张图,透过这个去遮它 我用什么工具 漸层工具,我拉一下给你看 从这里拉到这里,漸层 你看到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拉短短的 拉长长的 我加一个空白,这样 它就依照什么 白色是出现,黑色会遮照 如果拉很长就有什么 半透明的,中间灰色 那把这打开 你看得懂吗 其实就是,这张图被我遮到部分 我们如果用这个来涂就太干净了 用笔刷来涂,我们可以用什么 漸层工具来拉 那这个由上往下拉 像是边上,你看得懂漸层吗 由下往上 如果把下面打开,就比较好 你想怎样 我想画是这样,我想画是这样 我想,如果拉短短的呢 拉短短,你看到吗 拉短,从这一段到这一段的做漸层 如果拉长长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由左右,由上而下 你可以自己拉长一点 从这里拉的话,上面就红的 要直的啦 你这边可以去拉这个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成像这样 哦,拉这样 那我拉成这样的话,下面这个点 这地方就全部红色 拉得越长效果,漸层效果越明显 再把它打开来吧 所以整个效果这个花式完全是这样 圆图的花式全部都是这个 我们改完又变这个 你是可以来做调整的 来,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我再把这个 老师,我这个建成遮瑟片不要呢 点这里,我可以把它删掉哦 删掉就没有了 删掉,删这个 再看一次 原来这个加什么 1加遮瑟片 那透过这个去把它遮掉部分 用什么遮,用这个笔刷遮是随便图啦 我们建议你用这个压着 在这边原来是油机桶 建议你这边压着不放把它改成 漸层,OK吗 那漸层颜色一定要是白色到黑色哦 白色到黑色,那就左边拉 你就看懂这个了 其实在做这件事情 这样拉 把它打开就可以看见效果